首先不要将海豚移至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先用一只手握住海豚前脊根部往上停 再后另外一只手抓住他的背脊往前推 带颈椎不要前后拉扯海豚的前脊 以免造成他的二度伤害 再后就是以着就地取材的方式 像是衣服或布类的东西 弄湿之后覆盖在海豚的身上 这一来可以保湿 二来可以保暖 或者你可以用这洒水的动作 但紧张在洒水的时候不要淋到他的呼吸孔 你可以用一只手去挡住这呼吸孔后方 以防止这海水流入 不然会导致海豚呛水或者是死亡 而最后一点就是人员本身的安全 不要太靠近他围急的地方 因为海豚当在挣扎的时候 围急的力道可是非常的大 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害 好 经过这一年正解说之后呢 相信我们来宾对海豚的外观 洞造救援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而接着上来了 那我们即将喷逅 我们即将通知